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做 他讓我們不能夠繼續營業 我們必須對員工要用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先把錢發出去 欸 家庭主婦只拿得到大捲的衛生紙 我們現在有兩個官司在進行 一個是他們告我們民事 第二個是我們告他行事 通常民事會比較早 就是有一個判決出來 喔 那你們有收這個禍啊 所以就應該付這個錢 判如果這個315萬是涉及了背信 請問我們為什麼要付給你 當時的劉董事長他去買 他去跟外面買來 我們賣嘛 源頭他自己賣這個貨的時候 他自己賣喔 是20塊 他近42塊 我們就很客氣的說 我們不想再跟你們合作了 能不能麻煩你們退出 而且我們會把你的原始股份全部給你 有媒體他寫說 陶晶瑩一口吞他們的股份 叫他們無償退出 我就是不想跟你們對干 你們不要再亂寫了 我就慢慢吹錢了現在 我就去告一告好了 旁白哥報報 陶子欠貨款公司將被查封 直播對決唱作居家還哭了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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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頭髮太毛了 氣死我了 我今天一直在想說我頭髮 還是 坦蕩蕩蕩 雖然瘦不很大 但是坦蕩蕩蕩 是陶晶瑩不虧是資深綜藝人 周刊爆料他欠貨款 投資的麻辣燙公司將被查封 希望各位把各種的想法 加注在這個地方 對於前合夥人 劉吉仁 艾吉仁 陶子欠上火線直播說之以理 相當程度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說 理性 科學 政績 我們現在有兩個官司在進行 一個是他們告我們民事 第二個是我們告他刑事 通常民事會比較早 就是有一個判決出來 哦 那你 你們有收這個禍啊 所以就應該付這個錢 判 背信這一條的刑事 我們仍然在搞 他不是不判 是時候會到 如果這個315萬是涉及了背信 請問我們為什麼要付給你 欸 為什麼我們 賺不了什麼錢 因為我們的食材太貴了 因為他們是股東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 自己有機的肉拿來賣 一上一上檢查之後就發現 欸 為什麼他們 總是拿自己公司的貨 來賣給我們 就是再取一次利潤 當時的劉董市長 他去買 他去跟外面買來 我們賣嘛 源頭他自己賣這個貨的時候 他自己賣哦 是20塊 他進42塊 這筆禁價讓我們覺得不合理 所以這個款項一直沒有給他 因為我們覺得他們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貨物 我們也不想拿來謀利 我們把這些零食全部捐出去了 聯合醫院 馬街長庚 台北醫學三軍總醫院 當時COVID-19的醫護人員 非常的辛苦 請看 這是我們收到的感謝狀 因為那時候已經想要Tay了 他不走 那不走他又來申請這個錢 我們一看再打去源頭一問 價差這麼多啊 那我們不能付這筆錢啊 我們就很客氣的說 我們不想再跟你們合作了 能不能麻煩你們退出 而且我們會 把你的原始股份全部給你 談判的過程 兩方都有律師 你覺得陶晶瑩有那麼沒智商說 我要退掉你們股份 我要 無償贈送 現在那個媒體寫的 我已經截圖了 我就是不想跟你們對干 你們不要再亂寫了 我應該蠻垂淺的現在 我就去告一告好了 因為表面上的欠債不還 陶子的麻辣湯事業體 將面臨法院查封 鋒利的陶子突然軟了下來 那他現在如果申請這個執行 所以我們把員工的年終都先發完 他讓我們不能夠繼續營業 我們必須對員工要有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先把錢發出去 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做 我覺得 我可能會休息一下 我也不想要從頭開始 我想回家了 我覺得太累了 閃利娛樂新聞 陶子加油 報導